大家好 有朋友看过我去年冬天时给这棵辣椒树的修剪吗 几乎是剪成了秃头 现在又长成这样了 非常茂盛 每年冬天纵剪一次 第二年就结非常多的辣椒 从春天到冬天 一棵辣椒树能结一千棵辣椒 一点都不夸张 今天我准备修剪这棵冒生的辣椒树 在修剪之前先回顾一下去年纵剪的片段 顺便讲讲这棵辣椒树的历史 这棵辣椒是我2016年春天 在Home Depot买的辣椒苗 就买了这一棵 加州的冬天不冷 最低气温不会低于零度 这棵辣椒就是掉叶子也没死 所以就放在那儿我也没管 等到春天气温回升 辣椒也开始长新枝发新芽 就这样我发现原来辣椒可以多年生 2016年到18年一直是种在花盆里的 我也没怎么打理 就浇浇水 结的也不多 够日常做调料用 2019年初我把它种在地里了 开始慢慢生长 地里比花盆的空间大 而且我也开始给它施点肥 然后它就焕发青春 辣椒越结越多了 去年这一颗辣椒结了不下一千个辣椒 一点都不夸张 去年入冬时栽了所有的辣椒 做了剁椒酱 塞了干辣椒 然后我给它剃了光头 让它修养生息 果然没让我失望 经过一个冬天的修养 今年又结了这么多辣椒 现在这颗辣椒的枝叶有些太密了 我要修剪一下 修剪的目的是让辣椒长得更好 更好的含义包括不生病多结果 不生病从植株的密度来说 就是要通风透气 剪掉一些叶子 使辣椒通风透气 多结果 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 剪掉一些叶子 使辣椒结得更大更多 叶子的作用是进行光合作用 叶子的数量适量 它们的光合作用的能量 足够植株的生长需要就可以了 太多的叶子也没有用 也会白白浪费营养 所以我们要修剪多余的叶子 至于修剪多少叶子 我觉得适量就好 至少不能太多 叶子都叠在一起 肯定是多了 怎么修剪呢 我是本着从里到外 从下往上的原则 从里到外 这颗辣椒叶子很密 中间都长满了 分支太多 叶子也多 影响生长 先把中间的一些分支剪掉 这个分支已经截了一些辣椒 长得挺大了 通过这样的修剪 透气性更好 从下往上剪 检查下面是否有黄叶老叶需要清理 把长得太密集的分支和叶子剪掉 靠近地面的枝叶也剪掉 我的这颗辣椒长得不高 下面的枝叶截了辣椒后 离地面很近 把这些分支稍微剪一下 虽然我们要高产 但是要有取舍 要有度 经过修剪 清爽很多 辣椒可以健康生长了 等大部分的辣椒都红了 可以把这一批辣椒都栽了 做辣椒酱或者塞成干辣椒 然后对辣椒树进行一次大修剪 再施些肥 可以继续结这么多的辣椒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